好多錢 好多錢 其實到了這一刻還在想 因為也在糾結很多東西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這個分數 我一定要接受 但是也是對自己有少少不滿的 因為覺得總之過了他的成績就不要再提了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向前走 現在都還在想一些選擇 遲些再算 其實我想留在香港的 之後再決定 就快點入劇組 什麼時候入劇組 其實入劇組就來 真的就來入劇組了 他們說7月30號 但是由於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說出來 因為他們要改這個劇名 所以就遲遲些 但是也不會影響開劇的時間 所以很快開劇 應該幾天之後就開劇 所以我很緊張 有少少壓力 雖然經常都有拍過一些劇集 但是今次這一套劇 是一個大的角色 所以我自己都怕會不會做不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體諒一下 還有可以支持一下我